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到市府一楼亲自迎接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总会长 也是前立委洪奇昌 今年夏天8月中旬市政府将和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 基隆港务分公司在基隆港边合办超跑直线表演 即静态车展嘉年华 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在过去的疫情当中 我们办过了大概进10场的超跑在地方行的超跑 那我们发现说在码头这个地方因为码头的整治也非常的好 在港湾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来办超跑 那时间也已经定下来在今年的8月的中旬前后 那配合我们地方的中原祭典 然后同时呢我们在3月份开始我们的很多的邮轮也进来了 所以邮轮也带了很多的国外的公安客进来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观光的资源能够把它更丰富 那然后超跑这个项目呢 对年轻人来讲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其实呢我都希望我每次办这个超跑 我都是要告诉年轻人 一个正确的观念才能减少最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你们来看了 人家的车手是怎么样的装备啊 还有各方面的晚上都要受这个上课 要了解车的性质是怎么样 总会理事长还有加莱玛来看看我们基隆市府 跟我们一起讨论我们在农历7月份 国历8月份要举办的一些相关活动 也很感谢我们洪奇章过去委员就是我立法院的好大哥 那他给予我们很多实际的帮助 在这一次整合这个观光旅游的内容上面 可以对基隆有实质的很多注意 在这边对于洪奇章理事长 还有娇来骂姐姐表示诚挚的感谢 因为我们过去在苗栗的通宵镇 办理我们的超跑的时候呢 我们也跟地方政府的配合 也就是呢来参加比赛的报名 参加比赛的人 他在当地销汇 他拿了他的发票 就能够向主办单位来看多少的款项 在2000块以内 他就能够再领回他的报名会 全额抵消 但是前提是 你必须是这个是在比赛的时间 活动的时间 在当地的销汇的发票做一举 所以我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若有机会 这次基隆八月份要办 大家赶快来 然后来到这里有报名的人 一定要在基隆市 来消费 我们会把报名会 推给你们 来我们洪理事长 赞! 超跑活动规划在八月中旬举办 搭配基隆中原季的盛事 市府交通处长王俊宏 官销处长郭继 和文化局长江廷梅 也跟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讨论交流 并展开后续的工作会议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